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伙子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中国优质原液茶品牌仙夜说 前一阵子在我出差 就带了仙夜说的奇遇系列大泡茶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 那就是高品质便携原液大泡茶 以前我出去的时候 都会自己带一个小罐里边装上茶叶 说实话也多了不少工作量 他家大泡茶一袋的茶叶量 正好适合一个人喝 味道也非常好 如此方便且好喝 令我很是惊喜 以后就不用自己再带着茶馆出门了 看来仙夜说真是做到了那句话 让大家少走弯路 可以更简单的喝上原液茶 那关于口味 我必须要夸一下 肉桂茶有备火香 有筋骨 金巨梅浓郁不涩 味道纯香刚刚好 白茶牡丹则是标准的 福顶春茶的味道 喝出大自然的气息 这些茶是我平时喝的比较多的 所以仙夜说的这一款 的确我敢说是品质之选 推荐给各位品尝 仙夜说的茶是百分之百的纯远业 每一袋都是真材实料 零香精 零天佳 他们不只想做一个茶艺品牌 更是主张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希望能以茶为媒介 让更多的人感受山野之美 即使是在当今如此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下 也希望每一位用户都能有一杯茶的时间 与人分享 与己留白 用健康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开启违归山野的奇遇之旅 这次我们也为日潭亲友准备了专属福利 大家只需要19块9元 就可以换购总价值80元的专属礼包 包含6包不同口味的奇遇系列 带泡茶和一个绿色的冰之袋 如果不够喝 也可以选择79元换购总价值217元的专属礼包 里面包含10袋不同口味的奇遇系列 符合带泡茶 一个糖子杯 还有一个绿色冰之袋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日潭公园本期的微信推送 或者在日潭公园微信后代回复鲜叶说 获得鲜叶说起二人码 扫码添加号即可谈出 听有专属礼包的购买链接 好了 泡杯茶 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我又送你一步落想念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诞的兄弟阿波瑞哥 现在怎么说 越来越不正经了 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 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导演冯一平 大家好 我是冯一平 羞涩呀 故作深沉一些 故作深沉 一会就不深沉了 先介绍一下 冯一平老师 中国著名 别别别 你这事的羞辱我 对 就开始捧杀了 本来就抱着这个挨骂心态来了 挨骂肯定是会挨的 这对骂可能躲不了 但是呢 捧杀你也躲不了 行行行 就是 唯一名逢道啊 著作呢 没有等身 目前只拍摄过一部电视作品 对 叫做日不落酒店 哦 给他一大哄哦 哦 加起骨肠哦 对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啊 有幸看过这部作品 有没有听众朋友 不幸看过这部作品 是不是听到这里啊 节目拍开始了 一分钟大家就已经开始骂了 已经开始发评了 开始骂了 对 然后这个作品呢 我们是去年还是前年 当时就说要录个节目 对 当时这个作品在豆瓣的评分呢 是两点几分 对 第一个时候是两点六分 两点六分 对 现在已经暴涨 暴涨到三点一分了 对 然后当时一平还开玩笑 说啊 今年没准能有机会冲个奖 我说什么奖 金扫的奖 结果涨了 但是后来我今天哥们上微博搜了一下 其实你平上了 是入围了吧 不是 首先是入围了 然后最后好像是发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名单 那叫什么 最令人失望的影片 嗯 然后呢 是个三款 我就说现在连金扫子奖 这种奖项竟然都这么激烈了啊 都有矮箱操作了 最令人失望 居然有三部的最令人失望 然后分别是 图兰朵 魔咒 缘起 礼貌 半太子和日不乐酒店 最终应该是没有夺魁 是吗 对 所以这三个 那是谁夺魁了呢 呃 我忘了是图兰朵 还是李猫昏特斯 但反正没有人通知我们 那这个 就没有通知你去领奖 对 颁奖办了吗 后来 呃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 那时候是不是疫情 疫情 没怎么颁奖 对 因为之前我就印象最深 就是那个 唯一一个被评为 最令人失望作品 导演 然后现场去领奖了 就是王宝强 王宝强那个 对 王宝强就是现场领奖 然后跟大家道歉 我这片没拍好 对不住大家 确实挺真诚的 对 特别真诚 这我肯定是不去的 啊 为什么呀 我觉得我跟这个奖项 还有一定距离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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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通过这个热场呢 把大家对于这些节目的 心理预期先拉到 将到最低 最低 最低 对 这个作品啊 非常厉害啊 刚才介绍了一下 他的获奖信息 现在再介绍一下 他的演员情况 当时看的时候 其实不觉得 然后今天再回头看 觉得我厉害啊 什么男主角 这是黄才伦 对 喜剧明星 然后女主呢 是张慧文 之前演过归来 对 演过张艺谋的电影 对 也被称为是新一代的 某女郎 是 然后呢 还有一位 在电影里边演一个配角 啊 气氛不分特别多 但是非常出彩 当时看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今天一看说 高业 是 因为月下不是公布了 那个大月迷的名单吗 对 大月迷 我一看什么 大鹰啊 什么 彭磊啊 这谁不认识 一看高业 我说高业谁啊 因为被大家更多了解 是因为狂飙吗 嗯 但是因为我没看过狂飙 大嫂 对 所以我就上百度搜了一下 高业 一看啊 演过狂飙 我说哦 怪不得 一看 日不落酒店 玩这个 我看过 特别开心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黄金的阵容 拍了一部非常牛逼的电影 啊 非常牛逼的电影 这又在给我挖坑 不算挖坑 不算挖坑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就今天请一平过来呢 聊天 其实不是这样聊这部电影啊 当然我们也会聊啊 但是其实最主要 也因为是跟一平认识了 有 好几年了 我应该二零年 我觉得啊 应该是 疫情第一年 咱俩记性都不太好 对 差不多那个时候 那么一个 有很多朋友的局 对 然后认识了 认识之后 反正因为一平之前一直听日谈嘛 而且是真的听 真的听 对 因为好多人都是客气 说哎 因为听日谈长大的 医疗 好像也没听过 对 我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 得焦虑症嘛 然后因为那个吃错药了 真的是吃错药了 吃错什么药了 那个药 其实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全球就停产了 但是咱们这儿因为没有相关的规定 然后那个很多老的医生还在开 然后当时我就吃了 吃完之后是一个已经退休 又反骗到社区医院的一个老大夫 然后他当然也是好心 然后就吃了 吃了之后 结果我觉得很嗨 很亢奋 很高兴 然后工作了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我觉得不太对 我怎么坐着 这个心率就一百一二的 然后也睡不着觉 然后莫名的就特别兴奋 结果我上网一查 那个药是这么一个情况 它作用原理跟某一类 禁用的东西 它是 就是兴奋剂 跟可卡因的原理 其实是类似的 后来我说 怎么能这样 社区开的热碗 对 那是丹麦产的一种药 后来我就去北京六院了 它是专门精神科的医院 结果大夫一看说 你怎么能吃这个药 说快停了 但是他当时也没说太清楚 按理说应该是逐步停的 结果我瞬间就停了 停完之后 那个阶段反应巨强烈 就生不如死 后来那就没辙了 躺床上动不了了 就去六院住院了 在那期间太痛苦了 每天就是生不如死 然后就是听日谈 每天就是听日谈 因为你也看不了什么东西 你也动不了 然后你甚至听说话都烦 但是就是听日谈 能让我特别平静 为什么呀 就比如说 咱们先不讨论 为什么是播客 不是评书 不是相声 不是有声书 那就算播客的话 有那么多播客 为什么是日谈呢 碰巧 可能当时的那个心情 医院里那个气 医院里那个气 跟当时我听的那个 因为是很早的日谈的节目 比较契合 可能你的声音 还有活动声音 包括时不时出现的 描述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 那个频率 可能让我比较受用 比较高 人家说听节目 都是听你的内容真好 主持真棒 你跟我说 我就听个频率 频率好 我说那个频率 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它不光是声音 它还有内容 气氛 它其实是个外 节奏 对 所以那个东西 可能是跟你 那个时候的状态 是舒服的 对 就跟我们现在 比如有时候出去玩 比如你在一辆 急驶的火车上 或者是汽车上 然后旁边都是公路 然后那些风景 急驶而过 这个时候 你就打开自己的 那个红星歌单 然后找一首歌来 叫MV嘛 说白了 就杀这个景 然后这首不对 这首也不对 这首也不对 这首对了 实际上是在找那个东西 是的 挑歌的感觉 对 所以当时 第一次跟一平吃饭 因为那局比较多 十来个人 大家就来回串桌 来来聊 对 只要咱们俩不吃羊肉 对 只要我们俩不吃羊肉 后我们俩就在一块 开始交流 不吃羊肉的话题 后来发现 就特别聊得来 特别聊得来 特别聊得来 它可能还不是那种 就是说你爱看狂飙 说我也爱看 你看那个是漫长的 我也看了 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显学 对 就是大家都喜欢 我跟一平 我们俩的那种特别投机 其实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是臭味相投 臭味相投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都有一些 可以被称之为 Duty Pleasure 对 就是喜欢一些 一般人不会喜欢的东西 对 恶趣味 恶趣味的东西 还有一些的东西 它没有那么Duty 但是它呢就是比较小众 就喜欢的人特别少 咱们就随便举例 比如说你说聊孙生春树 是吧 谁没看过孙生春树 是吧 你说挪威孙林屋 我驯养力险记 但我们俩说 说孙生春树 你最喜欢哪个作品 说我最喜欢太阳影男 国境遗戏 两个说卧槽 我也是 太可了 这感觉就有点有点好 可能就是我跟十个人 见面说聊孙生春树 都碰不上 有一个人喜欢这一本的 对 而且一般人所谓说喜欢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看过 但是我们俩就开始聊这个作品 聊作品的细节 对 开始聊细节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都特别喜欢 那个斯里边神话大戏 腾景正明 以及跟斯里边神话大戏 整个那系列的那个东西 包括春香古短 少女前进 分界能美艳吗 感觉怎么聊 分不才点 对 而且不是刻意的 互相要找共同话题的那种 对 然后就成了 可能两两句的新朋友 后来就点上老朋友 确实已经是 当时已经是好几年没找到 就是能这么投机的一个新朋友 对 再加上那时候 我们住的还特近 对 都住那个东武环 是 大家聚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商量说 等到你荣获金扫帚奖的时候 我们接这事 对 就是拿这个事 当一个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事 然后来录期节目 也约了好长时间了 对 但是后来想了想 老是前个后错吧 因为我去年 感不上点 对 感不上点 然后我也经常不在北京 正好 这段时间 我跟一瓶我们俩都在北京 然后 相请不受偶遇 我说那要聊吧 然后一瓶说聊什么呀 我说来了再说 对 我也不知道聊人吗 我说我好歹也准备准备 然后那个李叔说 不用准备 不用准备 来吧 反正我想开场第一分钟就说 做预警来着 结果忘了 现在预警来的节目 就这期节目 它是一期 所谓的漫谈节目 漫谈节目的意思 就是说 我没想到哪 说到哪 如果咱们的 听到这里的这位听友 你是那种喜欢听 知识类节目的 知识密集节目的 这个节目就不太适合你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一会儿聊啥 你是真的不知道 咱们一会儿要聊啥 是吧 其实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对 我这不是装的吗 你是这个预警 我还有一遍到 预警说 就是这位小导演 长得非常帅 确实有点帅 真的吗 我是这样 就是所谓漫谈 我觉得 第一个 想跟那个一瓶聊了 就是 是怎么成为一个电视导演的 这个事 是我一直真心好奇的 因为身边这两年 可能认识的导演 或者是请到节目里的导演 也录了续续有一些 但真正 关系处得特别近的 特别好的 也就一拼这一拼 其他人录完节目之后 也没啥联系 对 就这个是我挺好奇的一个事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以聊聊 对于你来讲 影响过你的一些作品 以及就是 被这么多伟大的作品 然后熏陶之后 为什么拍出日不录这儿呢 神作 对 我觉得 这两个话题 是非常值得一聊的 然后节目最后的时候 为什么我也不合得 大哥说出来 节目最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评一下 日不录这个作品 我先表态 这个作品 我非常喜欢 谢谢 我是真的喜欢 非常感谢 骂我 大家骂我 还是骂我吧 跟礼物没有关 像我开放 感觉特别像那什么 我上初中的时候 看那个 王硕的图书海面 然后里边 就是他的那个女朋友 石江就是 王硕 真实的那个 媳妇的原型 神学家的原型 就是他们一帮舞蹈演员 演那个生产社里的猪 对 然后过年了之前 猪们吃得很好 心情也很好 然后争相恐扣的说 杀我 杀我 那一幕印象太深刻了 来 来 来 你是科班学电影的吗 算是半科班吧 本身的那个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中文系 也不算中文系 没那么高大 不是汉语言文学就是中文系 还是有一些区别 是吗 对 然后中间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喜欢写东西 然后就写了一个短片的小说 然后正好赶上同届的电视学院的朋友 他们要拍学生作业 然后他们就竞相传阅 说这东西不错 然后就联系到我 说这东西能不能给我们拍成作业 我说那当然可以了 我说这个还跨界了 那比我想的还更好呢 你是那学校的 我最早是城市学院的 北四华那个 海跑 对呀 你说海跑 我把这个说出来 咱们自己人 你还给我整城市 海跑有人财 玉东 是 然后后来去电视学院的文学系 学了两年 但是那两年 终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摄影系 因为我觉得摄影系能摸机器 摄影实际上就是不是拍照 是拍视频 对 然后能摸机器 能摸胶片 然后能学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就那时候感觉 从摄影系蹬客厅 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动手拍片子了 那当时你必须让学院上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算成进修 进修 进修班 我做一下笔记 通向导演之路 挺好 这个你就说实话 其实是你自己想知道 因为我记着你是 去年还鼓的这个事来着 一度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去年不是公司 融了点钱 膨胀了 他说 我想做一个著名导演 但是我记着有一次 咱们吃饭 跟二哥 然后还有描述一起 你那个剧本 好像被他们策划的 挺有意思 哎呦 那个当时就策划了一个 什么那个 一个女演员坐在椅子上 上面有一个灯 我记着 对 寡妇分杀人爱什么之类的 可是剧本都聊出来了 对 寡妇分杀人爱 然后那个寡妇 好像是张诚要演 不是 张诚演一小警察 张诚他也适合演小警察 那时候就是闲淡淡疼 四月份 然后疫情那时候 也都挺严重的 大家可能也就是苦中作乐 然后就是没事 就跟那儿口嗨呗 不但把本文给编出来了 演员都学好了 每一个节奏都找好了演员 但是对中也没拍 是没拍啊 拍了之后 你就是也成为一名电视导演了 真是啊 我拍了的话 可能今年我去FIRF的 就不是媒体 对 你就是以这个导演身份 去导演身份 参加他们的各种单元了 说那个 其实你也能看出来 就是成为导演的方式 有很多种 像我其实最早是做编剧 做了很多年编剧 我现在虽然岁数不大 但是从业也有20年了 20年 对 你还多大 你就20年了 那你等于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写编剧了 是吗 对 那时候就会干一些小活 最早都是不挣钱的事 可能那个也不会挂名 就是喜欢呗 也不是喜欢吧 那只会干这个 就是还是想进入这个行业 对 就是不给钱就算了 不挂名也没事 反正我就是要干那个 对 那时候更多的 还是需求一个累积作品 然后也是自己在学习 在练习 然后写了好几年之后 那时候开始逐渐逐渐 可以写一些电影的剧本了 写完电影剧本之后 是开心漫花的那个创始人 郁总 然后他跟我说 一瓶你来帮我们写一个话剧 是开心漫花的哪个阶段 是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对 最开始的时候 很早那时候应该是 就漫花第二部话剧 零几年 零几年的时候 然后当然那时候我没答应 因为我心里 犯触 我没写过话剧 对 因为马上刚出来的时候 我影响还挺深的 那时候我应该是被当记者 然后看好多话剧 但是突然出来这么一个 就是话剧又不像话剧 然后喜剧又不像喜剧 的一个形式 而且最开始 他是都是找明星 何久 那是第一部 想吃麦花献给你 对 而且名字又写的 特别接地气 想吃麦花献给你 感人感觉就 跟我平时接触到的那些戏剧 就不太一样 对 之前也 也没看过这样的东西 以前就是 孟宁辉 什么 天青心 就是来回来 就这些大导 是 到今天为止 我都没有去 现场看过一场 麻花 因为我就 本能上觉得 这东西应该不是我的审美 其实那个时候 的麻花的话剧 跟现在的话剧 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时候的话剧 它有很多 真辩实实的东西 真的呀 对 后来我加入进去之后 每天会 因为那时候 咱们主要后续信息 还是靠报纸 对 那时候 那个 郁总 他会给我们这些编剧 每天各个 报社出的报纸 大家看 有没有一些 值得讽刺 或者值得调侃 或者有趣的新闻 时事 要加在这个剧本里面 现在可能 他更注重的是 商业娱乐的 这些东西 现在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真编 谁也不敢编 我就推了两次 直到第三次的时候 是他买了宁浩的电影 《疯狂石头》的版权 马花买了 《疯狂石头》的版权 具体是买 还是他们合作 我记不清了 当时是沈腾来导演 自己也演 《疯狂石头》舞台剧版 然后那时候 郁总又跟我说 一瓶你来 说这个东西 跟你属于的领域 比较接近 它是一个电影 而改编的舞台剧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写了 我说那应该可以 我可以试试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咱妈妈写了几个舞台剧 写了好几部是吧 三部吧 《疯狂石头》 《甜咸佩》 和《谁都不语笑》 现在叫《天使艾美丽了》 后来那个第一段 后来写完之后 我自己就 做自己的话剧了 其实咱们 今天有说的 这个《地不落酒店》 最早是我做的一个话剧 叫《咖啡电视》 它确实挺适合 做舞台剧的 对 它是一个 在一个很小的空间的 场景里边的 对 然后做了几部舞台剧 其实那时候 我就是一个 舞台剧导演了 直到这一年 拍了《日不落酒店》 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那从舞台剧导演 到电影导演 这中间是怎么样 去完成这个过渡的 因为舞台剧导演 我大概能想象 就是每天找一堆 写本子 然后浮华道 然后找一堆演员 前面排练 排练排练之后 卖票 大家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对 简单的概念 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 有一个拍电影的机会呢 这也是从我个人出发 就是我在创作上 还算是比较有表达欲的一个人 所以我舞台剧 做了几部之后 我发现 舞台它有它的局限性 有些东西 可能我想表达的东西 它靠舞台是展现不出来的 所以我说 那是不是应该拍一部电影了 当然拍电影 作为新人来说 那太难了 主要面临的就是 那谁给你投钱 然后你的演员 主创怎么找 谁会那么信任你 上来就会给你这个机会 所以也折服了很多年 那时候也是靠写剧本 为生 直到中间有一个契机 是跟陆川导演一块合作 他听说我这个想法 说你要把这个舞台剧 改成电影 他看了这个故事 他挺喜欢的 然后他说 他愿意帮着我来做这个事 结果中间他要去忙 他自己后面 那个七四九局那个电影 一来二去 又被另外一个制片人接手 然后就促成了 反正就找着钱了 这是中间 对 找着钱就能立项了 对 也是经历了多重的周折 日不落酒店这个作品 它其实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 日式的喜剧作品的话 会对他这种风格 有非常强烈的自分相识感 特别比如说像三国星喜 他的很多的作品 包括去年还是今年 忘了 就是那个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也是三国星喜的作品改编的 改编的是那个 《魔幻时刻》 对 就是那个腔调是一个 就像我们这种 喜欢看这一类作品 他那种幽默 其实有的时候有点冷 非常冷 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改到那个点 有的人可能看完之后 觉得说这什么玩意儿 那当时你弄了一个作品 特别是作为一个导演的第一个作品 你为什么选择了日式喜剧 这样一个说实话 我觉得有点容易不讨好的 这么一个风格 对 这个事我确实也反思了两三年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因为我们这次是三个导演 有我 然后那个剧盟 还有新月 我们三个人当时是一个工作室 之前一直在一起写剧本 然后也是一起来做这个项目 就是我们都比较喜欢日式的那种冷幽默 包括英国的一些冷幽默 后来我们还分析 还开玩笑 说这两个岛国怎么都是这么偏冷的 这个这种幽默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也有一些 艾德加赖特的那个电影的影子 就是僵尸萧恩 然后那个热和警探 这个听说过 咱们都没看过 对 他的我最喜欢他这个三部嘛 叫《学与冰临三部曲》 都是西蒙佩吉演的 当时其实也不光是说 我们奔着这个冷去的 就是只是 奔着冷去的 奔着给大家消暑 其实就是 它源自于我20多岁的时候 刚刚接触电影 然后就看了大量的国内国外的片子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90年到2010年这20年 是电影最黄金的20年 就是有很多很多片子 都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了 就不光是这个片子看不到了 这个风格的片子 你都看不到了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罗拉快跑》 这种 比如说《公科金融队》 就是每一部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全球还没有被好莱坞的 那个类型片那么 确实 垄断 确实 然后当时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黑带宽洋曲》 是法国的一部小成本的片子 就挺荒诞的 然后也挺飞的 但是我觉得 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 你可以拍的这么有意思 可以这么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跟你学专业 包括编剧出身 这个有关系 就是你其实挺看重作品的 文学性的 我挺看重作品的原创性的 原创性 就是我觉得 有着一日我拍电影了 我就拍一个跟其他电影长得不一样的片子 很有趣的一个片子 正好那个舞台剧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 和 然后我们把它拿过来之后 就改变成了这么一个电影 当时真的没想太多了 当时想就是成本 比较低的一个片子 然后拍出来很有趣 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没看过这样的 挺有意思 然后但凡里面再能给大家一点点鼓励 一点点美好 我觉得挺好 对 这段其实它有点像什么 像是一个音乐人的第一张专辑 对 太准确了 是吧 因为音乐人 他可能喜欢的音乐风格可能就特别多 我什么风格都听 电子我也听 摇滚 金属 耗圆 耗棚 我都听 那我第一张专辑 我能有什么风格呢 但你说作为一个就算是爱好还比较广泛 然后会有一些冷门的爱好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第一张专辑 我想大流行 可能心里会觉得有点不来劲 其实当时有很多对我们特别好的人 朋友长辈 然后行业里的同事也劝过 说你们第一部机会挺难得的 你们拍一个简单一种 然后更普适的 是不是好一点 比如拍一个传统一点的喜剧 然后拍一些情情爱爱的 或者何家欢的 或者是哪怕是一个悲剧故事 然后让大家能够赚眼泪的 可能你票房成绩会好一些 评分也过得去 就有一个前辈大哥哥 也是非常著名的编剧 他就说一评你们写一个那样的故事太简单了 说你们就写一个那样的拍行不行 其实直到开机前他还在这么劝 还不劝 他说挺对的 真的很对 真的是为我们好 说这样起码 你们第二步第三步可以走得更顺利一些 先打个底 我当时其实也纠结过 但是后来压倒的 这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是有一天晚上我躺床上想 我说我到底要不要拍这个 这个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但是我没想到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我当时想是可能会出一些成绩不太理想的问题 最后我还是想说这种片子可能我再往后不会再拍了 就像你说的是那第一张专辑可能我到30岁心情到40岁心情不会再做了 对对对 因为大哥说的对啊 就是取钱救国 咱们先弄点赚钱的东西 当然 就把你心里的那些很私人的话的表达先藏一藏 但是咱就说啊 如果在1996年的时候有人跟许薇这样说 让许薇先写一张时光漫步 赚了钱 过了两年 你再出 再别出 他出不来了呀 是 因为那个心情只在那个当下 对 所以这个作品 就从商业或者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确实适合等你有一定的声望 观众基础 对 票房保证之后 你再去玩一把 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万一那个时候你就 有可能不想玩了 是 有可能玩不出来了 或者那个东西他就会拿出来跟你 作为处女作家做这个东西 他最后不是一把事 他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对对 其实我们在拍这一部的时候 那个心境已经是处于那个尾巴阶段了 对 就是我想如果再过两年 我肯定不会再拍这个东西了 你这么说 其实我倒能理解 反正就是说你有这么一机会 然后你想买自己的第一次指导的机会 就向给自己可能最偏好的 这么一个比较小众的风格 也愿意承担背后的这代价跟风险 对 但是当时低估了这个代价跟风险 刚刚你是说到立项了 拿到钱了 然后本位也都有了 对 那演员当时你是怎么选的 就是搁的今天 像那个高野什么的 已经是著名女演员了 那那个时候找这些演员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邀约他们给他们看剧本 还是争过什么样的机会呢 常规的方式肯定是导演拿着剧本 或者是制片拿着剧本 去发给演员 发给他经纪人 然后进行邀请 双方对上眼了 或者他觉得这个剧本挺好 这个角色我挺喜欢 导演他也比较信任 那可能就谈接下来的合作 那像我们这种 算是处女作吧 又是新人导演 当时就比较艰难 对啊 所以一开始 其实最开始男主角 我们也联系过白克 然后就因为档期的问题 白克其实我挺适合这个角色的 对我们也都挺喜欢他呢 因为档期原因就来不了嘛 然后那个财伦 因为是特别多年的朋友 对 他人也特别特别好 当时我们也觉得 他也挺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就一拍即合 就请他来演了 高夜是因为我很早之前 看过成尔的那个《边境风云》 当时高夜在里面演一个 说四川话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还被绑起来 那场戏印象挺深刻的 在那里面 我觉得他整个质感 然后表演都非常好 挺想让他来演这个角色 我是在微博私信的他 就是本来并不认识 并不认识 这感觉我觉得挺好 就是作为一个导演 我只在某一个作品 见到过一个演员 对 然后我就想 有没有机会跟他合作一下 然后就基于合作去认识一下 对 然后当时也是没办法 然后也不知道 怎么能够找到他 因为也没有钱 请专业的casting公司 其实这些事 cast公司是可以做的 可以帮导演办的 对 就是所谓的选女导演 对 当时一方面 资金有限 一方面也确实没这个人脉 就真的是去微博 私信他把剧本发给他 当时觉得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人家知道我是谁 就没想到他看完之后 还挺喜欢的 然后很快就跟他静静一块来 就见面了 然后当时他特别仗义 因为我们给他的片酬非常低 然后他还毅然决然的就答应了 当然也后来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女主角是当时的执行制片人 他给我们引荐的 他那时候已经演过归来了 已经是演完了 对吧 那他是为什么会愿意来演这个戏 他也是觉得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没演过喜剧当时 当然可能后来他也没演过其他的喜剧了 就是他觉得这个角色 张着了 对 其实我们当时跟他说说 这个可能不算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喜剧 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喜剧 只是有一些幽默喜感的 像你说的那比较冷的那种 但是他觉得这东西挺新鲜的 挺有意思的 他惠文也是愿意尝试新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演员 对 我非常喜欢他在这边的表演 整个人很生动 是 对 然后他穿那橘子那衣服 我一看这不是他能证明吗 这个完全是把这个导演的恶趣被给带出来了 本人真的非常可爱 然后你的戏里边还有一个 到现在我看他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新的作品 但是我特别喜欢他的表演 就是演那个编剧 刘备时 对 他演那编剧简直演的 我觉得就出神入化 那是他的第一部电视作品 然后他之前也没演过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实他刚来的时候是特别紧张的 他就一直跟我们说 导演这是我能行吗 然后我们都说 我们都能行 我们第一次做这个导演 都说你怕什么 因为我们对他非常信任 就知道他肯定能演好 对 他是不是演的就是自己 也不完全 他实际是 他自己能演的角色 其实非常宽广 反正我是第一遍看完之后 第一遍看完之后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角色 就觉得说我天悟 就特别惊艳 风头压过了其他演员 而且他演这角色 他有一点压力是什么呢 因为之前舞台剧版这个角色 乔老师是乔山演的 乔山演 所以叫乔老师是吗 对 这么来 是 然后他因为他跟乔山的表演风格 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他就说 那我这种方式行吗 然后我们就说说 你不用管其他 咱们这个电影 跟舞台剧是没有关系的 对 就果然演的还是 挺出乎我们意料的 就是很多地方 其实我们就想要的是那种 特别局促的知识分子 那种特衰的状态 对 就演的很准确 然后还有就不得不提 这个作品里边的最大的味 也是后来让这个片子的评分这么低 的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里边的一个外星人 这个角色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他的饰演者呢 是著名习戏演员沈唐老师 是 但是呢 他是以纸票人的方式出演的 就是人形立盘 所以后来有观众就感觉是被骗了 说那个海报上写的有沈唐 去的时候发现是张纸 对 这事来东去卖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确实也代表导演 跟觉得是被骗了的观众道个歉 这个事从客观上来说 那确实是被骗了 不管怎么说 海报上也好 宣发上的这个物料上写着 有这个沈唐 可能大家觉得他是一个主要角色 然后最后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包括从我们这个电视开始 什么欺诈式的营销 韩藤亮这些词 都是从我们这个电视诞生的词 真的呀 对 然后真的我们也挺内疚的 虽然我这脸皮已经很厚了 这两年被磨的 但是也得为我们自己辩驳一下 确实后来宣发 我们是完全参与不了了 我们也极力的想要争取 别这么干 但是那时候已经联系不上任何人了 就甚至连那个上映的时间 档期我们都是通过跑圈才知道的 就当时你决定请沈唐来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后边 那完全不是 后边拿他当噱头这一手 对 首先那个 咱从这个纸片行人来说吧 就是当时我们想试制一个外星人的 这么一个角色 咱们也看过很多科幻电影 或者是伪科幻电影 里面有出现过外星人 一般惯性思维扎一想 他们是高危生物 对我们就想那能不能是个低危生物呢 他是不是一个二维的外星人 凭什么他一定就得是四维空间里的 五维空间里的 他就是一个二维空间里的 他就是一个纸片 人形立牌 对他们的星球可能全是纸 他的飞船也是纸做的 就是一个纸星球 然后当时团队里人就说 导演这块是不是需要做一并的特效 我们说不要 就有点像Easypop有一个时期 他做的lo-fi的音乐风格 我们就是要特lo-fi的那种 甚至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够满意 应该纸板后面还有一些毛茬 然后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原型立牌 它其实有点像五条人的logo 是个破浮罗袋的 对 那种感觉 其实跟那个的用意是一样的 就是想着它是那种特别塑料质感 lo-fi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第一目标抢 请的是那个剑亚人 亚人书来演 太适合了 对 因为他的那个演艺非常出色 这里面只需要他贡献演艺就行了 对 也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 然后给他发了剧本 他特别喜欢 但是日本的公司特别传统 他们要求一定要写信 咱们工对工一定要写传真 然后一来二去 我们一算这个时间得两三个月 才能完成签约的事 说那干不及啊 怎么办 然后就瞅 说那找谁合适 结果恰恰这个时候 腾哥就听说我没有拍这部电影了 因为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心 然后也是想帮忙 他就说一瓶你我拍第一部了 那我作为这个哥哥吧 说我得帮帮你啊 说你就你就说吧 后来我说我们这个小成本的一个小片子 请你来也不合适 然后你那么忙 也没有这么多费用 他说我们都没关系 最后一商量还是说别太麻烦他 但是这块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 演的纸片人说要不然就让腾哥演这么一个吧 其实是一开始就有了纸片人这么一个角色 对 他其实可以是任何人 可以是任何人 他完全可以是一个路人 就是谁也没见过的一个演员 对 然后来提供这个形象嘛 如果当时咱们俩认识 我可能就请你来演了 对 我就拿来举例子嘛 就谁都可以 只要他的那个表情能达到那个我们要求的那个效果就可以 对 但是因为正好那时候沈腾意思就是说有什么能帮忙的 对 那正好我这有一个角色没人演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以不耽误他那么长时间 而且我们当时因为他的人缘特别好 帮别的朋友 别的导演也演过几个客串的角色 那时候就已经有观众会骂他了 怎么他就演了这么一个小角色 然后这个片子整个就蹭他热度 让我们误以为他是 当时我们还怕这个 他还说说用不用我演一些带台词的一些影像 后来我们说别了 说这东西别到时候又给你添麻烦 又让观众有误会说 好像是拿你做噱头来 但这东西其实你按照我经验理解 就是我自己在这种小电影那边看到大演员 以这种特别客串的方式 最后就是狗先不是 那个就惊鸿一撇 印象最深也是最好的 就是独自等待 是 对在最后的彩蛋的部分 然后突然出现了真的周润发 说听说这有我的内裤贩卖 我就觉得我天导演太会玩了 是 特别开心的一个事 但是假如别人说你在宣发上说 什么主演周润发 这肯定就不得见了 对而且观众的预期也不一样了 所以你这个事我是觉得 比如说你有沈腾这么好的一个大哥 愿意过来跟你串一下 其实最理想的形式 首先我再解释一下 那个人性力牌 他不是说沈腾来这之后 啪拍一张照片 然后走了一秒钟 那不可能 对因为他那个人性力牌 在那个作品里边 相当于是一个要跟男主角 不停的互动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相当于是我想象 就沈腾来了之后 进一个摄影棚 可能再拍个几十张照片 每张照片的表情都不一样 才能够用这种不停的 换这个人性力牌的这个表情 来跟主角就进行对话 其实拍了几百张 几百张 对 而且我们在拍那段戏的时候 我印象中应该是拍了两天 我们的那个场地 还有先生导演都疯了 因为做了无数个他的那个力牌 对 然后还要停机在拍在摆位置 然后对 所以这东西就是怎么听 都让人觉得特别的非力不当好 是 就是非力不当好 就特别费劲 但是并不嫌好 只有懂的人知道说 哇 这比方工作量可不小 因为你不是一个力牌 是很多的力牌 对 而且那个力牌 你还记得吗 跟当时那个很无厉害的 那个墙上那个门消失 那个东西不是特效做的 那个是我们正在墙上开了一个门 然后那个门要贴回去之后 要跟那个墙几乎没有缝隙 就那两个是一块拍的 因为他的来回转头 然后我们就得记得特别清楚 哪个牌的时候 这个门是门 哪个是这也是墙 然后这个墙的时候 还不那有门 是门是门 非常复杂 真的是非力不当好 雨飞门了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是想不费力还好好 而且也不会挨骂 其实咱们作为外人 我觉得最适合的方式就是 你让沈腾正经来演一下 其实是 人家都两天时间跟你拍照片 你还不如过来串个戏 哪怕就串个五分钟的戏 然后对于观众来讲的话 就相当于一个彩蛋 说这边居然还有沈腾 因为大演员演小角色 这个不是在这种客串里边 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对吧 对 现在想确实是 有点卖奇的礼物了 就是我们当时出于好心 不管是对观众 还是对沈腾都是 结果没想到好心办坏事了吧 算是 对 比如说让演员也学着花了更多的时间 然后最后呈现的效果 会给人一种 好像演员没有在这里边 贡献表演的感觉 对 但实际上他表演了 只不过表演最后是以 年轻力盘的方式来呈现的 对 以及如果是我是做决定那个人 我觉得我甚至可能都不会把沈腾 写在你们那个宣发的海报上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就不提有这个人在 大家来了之后 在看的过程中发现 我这还藏着这么一个大明星呢 当时其实我们是三人血书 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写 但还是没有人听我们的 首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电影 我看你们的那个演员名单 是三个导演 对 这个事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 因为你们又不是那种什么三个短片 拼成一个长片那种 他怎么看都是一个风格非常整体的一个作者电影 三个导演怎么拍 我不太懂那个东西 因为从剧本阶段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创的 当时他们也提过 说要不然就是一个人来导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因为确实他们两个人也贡献了 不亚于我的力量和创意 我觉得那就干脆三个人一块来导就完了 只不过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做了充分的工作 就不会出现说三个人各说各的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反而挺有效率的 也就是那会没有疫情 但是有疫情 这其中一个人发烧的那俩人还能在 那你们拍摄是一个 大家有点像平行工作的情况 就比如说你付过多少场戏 他付过多少场戏 没有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 都在同一个现场 对 没有分组 没有分组 只是有一些小的工作 会有些小的分工 是为了提高效率 比如说现场 大家都知道导演一般是坐在监视器前面 对 那监视器其实不是第一现场 第一现场是在你拍摄的那个场景里 那你每拍一镜之后 可能这一镜需要有调整的部分 导演会到第一现场去跟演员沟通 那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三个人统一了一个一点之后 其中一个人去现场沟通 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在这个监视器前面 跟摄影指导啊 跟现场美术进行其他的沟通 这样就不用互相等了 对 其实是一个导演组 对 导演组 然后在现场做一些 其实是比较有即兴的分工 对 三个人确实不常见 然后往后我们三个人也不会在一起导了 然后 当然不是因为 他们要离你远点吧 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也有可能吧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三个人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肯定是没法长期在祈祷的 但是两个人作为搭档 那就太多了 全世界三个人 各种兄弟姐妹啥 对 兄弟姐妹 还有从兄弟变成姐妹的 对 那说后来 刚才你不是说三人血书吗 就说的就是你们仨呗 对啊 但这个事我也不太理解 因为 平时你在看一些什么娱乐新闻也好 就给人感觉 中国是一个特别什么导演中心制的 像这么一个行业吧 导演权力特别大 然后而且你声望也大呀 如果你这戏里边有那种大腕 那大家可以认演员 但是有些导演自己就是大腕 对 或者你 哪怕你的戏里边的这个演员的知名度都很高 但是导演最后站出来都说 这我的作品 如何如何 给人感觉好像整个这件事就是他说了算 但为什么你那么说了不算 新任导演吧 这是其一 其二是中间有些环节出了一些问题 怎么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戏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人 制片人吧 确实不太专业做的 不太负责任吧 所以导致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片子比较困难 然后包括一些音乐 声音调色等等 甚至剪辑的费用都没有了 那个都是我们后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当然也有一些前辈朋友来帮我们 才最终把这片子完成 在这之后 就彻底跟我没关系了 其实 最终他们定下来的这个宣发的策略 跟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喜剧 尤其是肯定不是一个开简麻花式的喜剧 不要让大家觉得这事跟麻花的那套审美是非常先进的 会误导大家 对这样其实就真的会欺骗观众 真的会让观众觉得很不爽 当时我们已经预见到一些这样的情况了 但是没法跟他们沟通了 因为也联系不上相关的负责人了 联系不上什么 就是不回消息是吗 因为我们找不着那个负责宣发的人 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好吧 其实导演也太人为言轻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个例吧 就是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也是人家杨错的 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好像说起来是在给自己洗白 不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客观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然针对这个片子本身 就是大家如果刨开这个宣发以外 还是很不喜欢或者很讨厌 那该骂还是骂这个东西 我也完全接受 对 因为这个事当时跟一瓶简单聊过 简单聊过 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一瓶的感觉就是说 我说了不算 对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发行方或者宣发方 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有什么牌能出就出什么牌 目的是把大家先弄进来再说 我们理解起来就是他们觉得 以他们现在这种方式 可能能够商业最大化 也许吧 我只能这么理解 但是最后咱们看到了的十多其盘 对 其实从这两年我感觉 就是从营销的策略吧 到最后大家的观影落差 就是最大的 还不是你那一步 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对 因为那个当时就是网上就骂翻天了 因为他当时宣发的时候 就说这是一个爱情片 换年夜最后一个晚上 和你的恋人一起走去电影院 然后深情依偎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以为是个浪漫爱情片 就去的之后 就是必干的那种东西 对 那种特别骚扰的那种 特别骚扰你这个词 潮湿的文艺片 是 那个片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我看了好几片 必干的东西我肯定会喜欢 我看好多遍 但是呢 那个事实的话 从我个人角度 我很难评价 我是觉得 你硬要说是个爱情片吧 他确实 他也是个爱情片 但是呢 你让很多的情侣 可能抱有这种 不是特别准确的期待 然后进进之后 一看 我天 咱们不说别的 就是看不懂 对 可是看睡着了 确实会在一个 这么特殊的时间 跨年夜留下一些 这种难以言说的回忆 当然 当然 这个东西 对观众确实是挺不负责人的 包括我们这个片子 那从客观上 肯定是对观众很不负责人的 这种做法 肯定是伤害了很多 原本带着那种期待去的观众 对 所以后来 就当我第一次 对 因为当你手硬的时候 让我去看 我那时候 应该是被云淡吧 我记得 就没去成 然后呢 秒初跟小伙子都去了 去了之后 我还问了 简单问了一下 他们俩 然后呢 我也不会忘了是谁说 说哎呀 一瓶啊 是个好人 好人话得不用说了 对 再加上当时那豆瓣平分 二点几分 为我一篇的期待 肯定是特别特别低 所以我觉得 我看完第一遍之后 觉得 好像还可以 我就跟这个心理预期 第一肯定是有关系的 但是看完之后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 它 如果是正常上映 或者说在宣发上 没有出你说的这些问题的话 第一是 它的评分 不至于这么低 是 或者说讨厌它的人 也不会有那么多 因为 本身看了这个片 如果你 比如说你不喜欢 或者说没看懂 我觉得 都正常 但是呢 更多的 给这片子打低分的 特别是很愤怒 打低分的 肯定还是觉得说 自己上当受骗了 对 所以他们那种 带情绪的评分 我也能理解 对 所以从这个作品 本身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 因为这个作品 你拍的 咱就说 你拍的再不好 或者它这个风格 再怪 再小众 它实际上 会有自己的受众 对 就是会有那一小撮人 可能就是喜欢 这个调调 我记得当时你说 在你那段时间 如雪片 奔飞来的 骂你的微博私信里边 还夹杂着一两个书 这片我看了之后 特喜欢的 骂我的 不会私信我 那还是张诚告诉我的 是吗 因为首映那天 张诚是挺喜欢的 他跟我发微信 发到了早上五六点 跟你交流 对 然后一直跟我交流这个事 然后也是在安慰我 是他告诉我的 因为我很多年 没用微博了 他就说 导演你别太生气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觉得这帮人 有点过分 我说怎么了 你就说吧 他说因为你不是 不发微博吗 我说对 他说但是每年 你过生日的时候 微博是自动 会发一个生日 我过生日了 那么一个微博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好多人 居然在你这个自动 发的生日的微博下面 评论骂你 我说啊 我说这个 我已经能想到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他们的那个愤怒 我也能理解 我说我也没有 什么可说的 而且那个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 也不太方便 去说这你们里边 这些事 因为现在过去好几年了 反正就说呗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实在好奇心旺盛 我说去看看吧 我说到底有多少人骂我呀 结果我啪一看 有上百的私信 我说哇 看来骂我的人真挺多 结果发现那个私信 大部分都是过来安慰我的 就干什么的都有 有各行各业的人 都是说这片子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有一个典型 应该是一个男士 他说我就是有一天 下班回来 点了一份外卖 我打电视 我说看什么呀 我就随便翻了翻 就播着看了 看完之后就 哎 挺有意思 然后我去豆瓣做个记录吧 一看 怎么分这么低 是这个片子吗 而且是一个现象级的低分 对 然后他就赶紧去了解 哦 原来这片子 这样 然后他就安慰我 他说你看我没有带预期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点开随便一部片子一看 这个心态看起来 我就觉得还是 就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吧 当然也有就是 我心兵气和看完之后 我就是不喜欢 那也正成 对对 这片我觉得 假如这个导演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认识 因为是这样的 首先我在看这个片的时候 他对我来讲 他就是一个 我哥们拍的电影 我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不发生 我也没有办法 假装这个作品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假如这个作品 我不报任何预期 就是我不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低分烂片 之类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我第一遍看 如果挑毛病的话 首先是节奏 就是节奏太慢了 因为我们所喜欢的 那种日式的这种 风格比较冷的喜剧的话 他那个节奏都非常的快 比如说《梦幻时刻》也好 或者是在五星期的大空港 一镜到底 我那个东西看着眼花缭乱 就不停的人物 跟那个穿花蝴蝶一样走来走去 暴度风云 游顶天大酒店都是 对 游顶天大酒店都是这种 你会被人物剧情 和他里边的各种小妙招 带着走 观影体现会特别的流畅且愉悦 是的 然后你那个作品 当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节奏太慢了 说的话 我看到可能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的时候 我也有点觉得说 哎呦 这个就是你的信息量不足 说白了 就是在登闭的时间里边 信息量太少了 所以后来呢 我就使用了一个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在观影 或者是哪怕看动画片 我没有使用过的方法 就是加倍速 因为我之前老去加倍速 我是对作品的不尊重 但是这个作品 我觉得我不加倍速 可能有点看不进去 结果我加了 我印象中应该是加到1.5倍 然后加完之后 觉得说 哎呦 起来了 起来了 结构起来了 挺好看 最后就带着特别愉快的心 把这个作品也看完了 而且里边的好多的 那个点我也能改到 我突然意识了 咱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们都没有讲那个电影 是一个什么故事 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起大家 在微信漫谈节目 我们太漫谈了 也 对 确实没有什么设计 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听到这 是为了骂导演吗 可以 然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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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他讲的是一个男的 他是一个酒店经理 在这个酒店工作了很多年 他马上就要 要拿一个里程碑 而且他是那种 特别的意思不搞 生活特别严谨 对 每天拿一小本 给他写日程表的那种人 对 就是活在规划里的一个人 结果呢 莫名其妙的被自己的领导 放了一天的假 为了提拔他 给他放一天的假 结果他这一天 假期呢 抽中了一个什么酒店 观星一日游 是 就去到之后 发现就是自己的酒店 大时女朋友嘛 说那咱们就跟酒店里边 玩一天呗 结果就出来了一个外星人 沈腾就出现了 说了一堆不知所云的虎话 什么酒店是我的宇宙飞船 什么 就把他们门给变没了 然后沈腾就等于说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不停的去敲别的房间的门 想要通过进入别的房间来 解决问题吧 结果发现每一个房间里边呢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对 有一个编剧在被那个 一方面是被一个女演员 和她的男朋友 仙神跳 仙神跳 女演员就是这个高夜演的 然后呢 同时又来了一个 长得跟杀手一模一样的一个老头 过来好像要弄他 但是杀手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要剧本 对 这个就 这个就 特别你们行业的那种 自娱自乐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屋里边 是一对青年小男女 谈恋爱 然后呢 那个女的家里就特有钱 对 身份有落差嘛 对 那男的呢 就普通老百姓吧 对 然后呢 这姑娘呢 又怕自己家里不满意 两个人就假装是在什么 匪计 在直播见家长 直播见家长 布置了一下背景 其实他用虚拟背景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还布置一下 当时我们就是都是想 一切都是实拍 都是比较low的那种质感 low fan 对 就是在酒店房间里布置了一个斐记出来 然后穿着夏威夷衣衫 跟着跳舞 然后还有一个屋里边 是一个死胖子 对 一个人他想雇一个老外的杀手 把自己杀掉 之后把遗产留给儿子 对对对 结果这里面阴差阳错 也出了一些误会 发现那个儿子不是亲生 他又不想让那个杀手 这么干了 对 但杀手是就特别轴 嗯 嗯 还是个特别轴的老外 语言还不太通 对 一个外国杀手 所以就是这个设置 其实对于我们那种 比如说看日本的那些作品 比较多的人来讲的话 是非常熟悉的 它里边有非常多的细节 表明了这个某种意义上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中国风格的东西 是 它其实是还是我们挺个人的一个风格的 对 但里边我随便说 别人说在酒店的墙上挂着五任店长的照片 第一任店长还是什么清朝人呢 然后第二个感觉是像是那个什么民国什么之类的 中国的酒店怎么可能挂这种东西啊 是 而且这个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 到最后他那个要把那个墙撬开 里面有一个垫闸的时候 对 那个五任店长的照片的视线变了 对 突然都看向他了 对 这些都非常细节的东西 其实后来我们觉得很多人根本根本看不到 就玩了好多这种小 没有用的 没用的小东西 但是呢 就像我们这种有这种Duty Pleasure的人 看完之后就会特别爽 嗯 还有比如里边那个小小女儿见家长 那女孩他爸 长得跟王进林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个太逗了 他爸其实是那个 前生雨萌萌的那个 那个 靠正海老师 我就想啊 就是你想找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表现出他很有钱 该如何表现呢 其实就是 就长得跟王进林就对了 其实就是刻板印象 对 再比如说 就是你里边过来催稿的那个老头 其实他一出场的时候 戴一个那样的眼镜嘛 感觉就他特想一杀手 电梯箱子 感觉里边可能都是各种杀人武器 要以命翻天之类的东西 就特狠 结果呢 对 因为这篇大家 我觉得 聊成这样 基本上大家也不会去看 所以我就追到了去 最后等于说就是催那个乔老师啊 交剧本 乔老师最后剧本没交出来 然后被烧了嘛 他就说 我就没剧本 我就我就没写出来 如何如何 让老头把箱子打开说 我已经把你写好了剧本了 我到时候我就疯了 我说卧槽 这什么玩意儿啊 就这个什么的 也太屌了吧 就是因为你完全不往那边抢 对 就都是特别欠的那种方式 就欠 就特别欠 然后呢 而且关键是因为那老头吧 对 有一点我觉得啊 就是我开始大放角色了 有一点我觉得不够好 因为那老头 他戴的眼镜就特别酷 就是沙尔拉扬戴的那种 那种小圆眼镜嘛 我觉得如果要我拍的话 他就一直戴那个眼镜 这前面就不要摘眼镜 因为他摘了眼镜之后 就是一特别磋想的老人 就是在最后 就是他把那个剧本 交出来之后 乔老师就问他说 那刚才他这搞出人命了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老头一摘眼镜 说那我就去自首 刚才我我我怕极了 那个反差感就会特别强 是然后他那个角色 叫解决问题大师 其实是 其实是 那个这幅小说里边 就是Woof 对 那样的角色 对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个眼镜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一方面是 当时拍的时候 那个眼镜特别反光 会很麻烦 他会来不来去反那个光 然后再一个 那个会挡演员的戏 作为演员来说 他还是希望眼镜 能跟观众交流 当然你那个设计 我觉得也挺好的 那也能藏到最后了 对 这样的话 你前面就一直给人一个特别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 那个头酷的印象 然后最后 突然给你一下子 说 其实梦境那一层 可能都是跟后来县日层 是基本上是相反的 而且那个角色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 你觉得参考 萨布的道信清源 就讲几个杀手的故事 对 就是他的那个 整个那个形象 跟大山连演的 那个老杀手 特别像 那倒还真没有参考 真没有是吧 对 或者说整个人物 那个状态 就是一上来 感觉就是一个 特别酷的 一个冷面杀手 来完成一个任务 到最后就是各种 乌龙频出 各种尴尬 但是这个人反而变得 变得历史的 变得生动的 变得可爱了 变得可爱了 对 所以就是我在这里边 其实就是 在很多的这种 小的细节里边 感觉到了 各种各样的乐趣 而且某种意义上 它又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 心灵成长吧 这样的一个作品 因为 编剧那条线 和找人杀自己 这两个 我觉得 它可能更多的 还是偏喜剧 效果一点 就是那个 小情侣 见家长那一段 那最后实际上 我觉得它最后 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一个特别 对的东西 不可能一直用这种 假的东西 去批骗别人 最后咱们 有钱有钱 没钱没钱 这个是当时 我看到这 至少我觉得 我的体验 挺舒服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作者吧 总等 我觉得至少 在这点上 给了大家一个 在我看来 我认为是 很正确的一个提示 以及 就是这个男主缘的设定 设定就是 它是一丝不苟 特别严谨 然后 如何如何 但是在这里边 实际上包含了 一种 因为它对于 自己人生的 过度规划 小到今天的 每一个小时 大到说 我要两年之后 生小孩 你现在怀孕了 那怎么办 对 我计划全都乱了 对 我计划全乱套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它去 首先它完成一个 自我突破 让自己能够 顺应这种混乱 顺应这种意外 顺应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个本身 实际上代表一个人 他的一种内心的 自我突破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讲 比如一个人 特别的散漫 他最后变成一个 讲规矩的人 实际上我觉得 都是提示我们 人生的这种丰富性 你是可以去 完成更多的 自我探索的 所以 就是在中间 有一段 相当于是 他决定 说我要来解决问题 因为他这里边 也用了一些 对斐罗拉 快跑那样的设定 就是死了之后 又复活 再来一遍 对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决定 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这个 外行人 劫持的问题 还要帮 每一个房间的人 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候就想起了 我们都非常热爱的 英国的 知名的 The World乐队的 那首最有名的歌曲 叫什么来着 苦雨天教养曲 Beater Sweet Symphony 然后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的 其实有点像 平衡宇宙的画面 就是这个男主角 在忙着一些 工作的事 然后他女朋友抱着 已经生出来的小孩 对 然后镜头 就从这面墙 直接 穿过几个房间 对 直接推进墙里 然后穿到别的房间 我一看 四叠半嘛 就这个你不承认 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 但是四叠半 肯定不是第一个 还真不承认 当时还真没有参考 四叠半 没看完 因为当时要说起来 真的是舞台剧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形式 在这一段的时候 它是几个房间的 一个循环 每组人是作为一个循环 但是当时我们想 这个东西 如果在电影中呈现 就可能太舞台了 所以我们最后 想了几个方案 最后定的是这个 从房间穿过去 最终穿到未来的 他想象中 他自己 那个生活 已经生了孩子 然后墙的时钟 在不停的转 它是一个 特别混乱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了 对 实际上就是 我用我前段时间 我刚才我听 那个戴景华老师 讲那个 就是他有一个电影 52奖 多少奖 讲穆克兰道 对 穆克兰道 因为他是 等于说把同一个故事 讲了两遍 上下班场 那到底是 哪个班场是真的 哪个班场是假的呢 他里边有一个镜头的提示 就是一上来 是一个 这个女孩别睡觉 然后一个镜头 就一路推过去 一直推到 离他非常近的地方 然后镜头 直接推进了被子里边 就可以被认为 他就是一个暗示 他是直接 直接推进了梦境 所以上半场是梦 下半场是真的 是 我看到那个镜头 的时候说 我说 进去了 进去了 我今天录音 这又看了一遍 我这一遍 这一遍 因为就是没有 上一遍那种 有点忐忑的心情了 反正 接着我也看过 也知道什么 反正就看得 特别的愉快 比较放松了 对 看出了好多这种 有点 费力不调好的 这种特别 表明说那份 就是什么 特别什么的招 特别欠 特别 对对对 一些特别欠的招 这玩意 谁看到的歌 除了我 还有谁看到懂 神经病 你拍这玩意干嘛 但是我看懂了 我就特别爽 不过你也是 一个三个多的电影 你居然看了两遍 我应该说什么好 对 然后就是最后 他最后的那个戏 因为他 开头有个手尾呼应 一开头就说 我如何如何 我反正就是 我特能个儿 啥都行 但是我没有学会游泳 电视最后一个镜头 就是他要 因为着大火 他要逃生 但是他也不会游泳 底下是个游泳池 然后怎么办 跳 而今天我还专门 花时间看了好几个 骂你的影评的节目 节目还是 就是up主 B站up主 就是烂幕联 骂一骂 今年的年度乱编 认不得酒店 我都没看过 对 有人专门 把这个拿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东西就太硬拗了 对就为了让他最后 有这么一个跳出来的戏 然后前面 故意扑了一个说 我没有学会游泳 对就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 我觉得 就有点太直给了 对就是因为 你当然是要用 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表现说 这个人完成了 一个内心的自我突破 但是因为这个轴 它不是一条线连下来的 对 它只在一头一尾出现 对 开头说一句说 我不会游泳 最后跳进游泳池 给人感觉说 原来就是在这 等着呢 就 也行吧 或者我觉得说 他通过完成 自己内心的自我突破 去改变了自己的 这种生活状态 在前面其实有很多的 更具体的 更落地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 我觉得分量已经够了 没有必要再用这么一个 很形式化的东西 我跳出去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花生足 这是我的感觉 完全明白 但是我也跟你坦白吧 当时设计这个时候 就是想最后一个镜头 是让它跳出去 所以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我为了完成这个镜头 肯定是做了一个 就非常肤浅的 这么一个设置 对 这东西我觉得 浅了 但是呢 在这个镜头之前 有一个另外一个镜头 我甚至觉得 他给了我一个极大的 过度解读的空间 就是他当时 倒大火 他把所有人都救出去了 然后他说我有事 然后就冲进火海 冲进火海干嘛呢 墙上有个画歪了 他就去把那个画 给他扶正了 就这个东西 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会很有感觉 那也是我个人 最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我来讲讲我的理解 你看我解决对不对啊 好 因为前面你会觉得 这个东西特别顺 就是哥们从一个 不停的规划 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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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变成了一个 我要在一片混乱之中 而且是他在解决 这些混乱的过程之中 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等于说他从一个 非常不擅长 或者说认为自己 非常不擅长 应对这种混乱的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 完全能够随机应变 然后能够面对这种 咱们说大点 就是生活中的无偿的 这样一个人 但是最后要杀了个回马枪 就是在那个瞬间 又去表现了一下说 他不是已经改变了吗 他为什么要回去 去俯一下这个画 对他到底放没放下 这个人到底改没改变 他放没放下 这个点恰恰是我觉得 特别对的一个点 因为没有人有必要 或者说有义务 或者说你必须 要通过完全杀死过去的自己 来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 当然 对 就是你过去的那种 很谨慎的 然后很强迫症的那些东西 他也是你 就是一个重生之后的自己 并不是说 我要跟过去的自己反着来 而是你变得更大了 对 你就能包得下过去 那样一个一板一眼的自己 也能够应对这种 无必混乱的 文件不可做的这种人生 所以这个细节 让我对整个作品 他所谓利益的评价 一下高了一大截 我现在哭 还能显得我很真诚吗 真的很感动 就能看到这个点 因为拿一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时间不是一条线 时间它其实不是一元的 过去的自己 其实也可能就是未来的自己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 没有人能够完全把过去自己杀死 然后再去掩埋 那东西可能在某一时刻的未来 还会体现出来 对 所以他也不可能 就是咱从最简单来说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完全做到彻底的改变 对 而且也不应该 因为他之前也不是一个什么十恶不赦的 那么一个范围分子 我只是这个人可能有点死板 是 你不能说我死板这东西都错了 就是我是个坏人 不是这么回事 对 既然聊到这了 其实这个故事 最核心的那个核 我是借用的村上村树老师 的一个短篇小说 叫在西面包店 时间很长了 而且那篇也不是特别的著名 那篇我特别熟 因为他收在当时那个黎江出版社出的那个短篇集 就是黄色封面那个像的失踪 像的失踪 对 他讲就是一个东京的青年 新婚了 二十八九岁三十岁 然后那个女方也很好 很漂亮 家境都不错 有一个公寓工作也稳定 就是非常好 他的那个人生在外人看来就非常好 但是他新婚之后突然就开始焦虑 晚上就睡不着觉 就饿 当然那个饿 咱们知道村上村树那个东西是一个象征 对 他就是饿 然后他邪上给他做煎蛋 两个人喝啤酒 然后吃面包都不行 然后就开始聊 说那你这个饿肯定不是你肚子饿 肯定是有问题 然后说那就聊了吧 说怎么聊 说你就从你的那个小猴就开始捣 然后啪就捣捣捣 捣到他上大学 他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主人公上大学的时候 是日本经济比较困难的那段时期 就说他那时候上大学也买不起吃的 跟他一个好朋友 两个人就学校周围有一个面包店 是一个老头开的 那喵仔里每天就放那个Beatles 然后他们俩人就闻着那个面包香味 就特别馋 就说哎呀 这面包太好吃了 但是又没钱买 说怎么办呀 结果有一天实在忍不了了 说咱俩就是一人书包里揣一砖头 咱把那面包抢了吧 咱就抢那个面包去 结果两个人都想去 结果去完之后 老头特别和善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 那也不管了 我就要抢 结果刚要下手的时候 店里的那个音箱又放出Beatles的歌 两个人一闲 就又被那个歌声所打动了 然后这时候那个老头过来说 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没钱买 说没关系 你们就看哪个想吃就拿吧 结果反而他就愧疚了 两个人就啪就跑出去了 就再也没去过那个面包店 就讲到这 回到现实 这个他老婆说 行那我知道你这个饿的问题出在哪了 然后结果后面就非常离奇 第二天 第三天 他下班回来 突然他老婆不知道从哪 特别专业 拿了枪 床底下拿了那各种胶带 然后那个捆人的绳子 然后特别专业的 把他们那个车牌都给盖上了 他说你这是要干嘛 他说走咱们去抢那个面包店去 他就惊了 他说我老婆是干嘛的 怎么这么专业 然后当然也没说这事 两个人就绕着东京就转 说这个时候就没有那样的面包店了 夜里嘛 然后转了一圈说只有24小时的麦当劳 说咱们把麦当劳抢了 差不多也都是卖面包的 对对对 进去之后 然后就 后来抢的麦当劳 抢麦当劳 麦当劳有流浪汉 有在那那个过夜的情侣 然后有那个加班的人什么的 然后那个店员什么的 也都很配合 抢了好几十个汉堡 然后两个人就开车开到海边 然后他就吃了一个汉堡 突然就说我再也不饿了 而且他中间还有一场戏 就是说他还要把那些店员绑起来 典型说就是面包随便拿 我们都上了保险的 你不用搞那么复杂 你不用绑我 说不行 必须要绑 这是我们的仪式感 一个必要的环节 必要的环节 这印象特别深 其实因为孙生树 我上大学的时候 看他的一些短片 说话很多短片 我看不懂 看完之后 我觉得第一 你想不到 他那个转折 你想不到 但是你又觉得特别妙 但是呢 不知道他妙在哪 你说不是来 包括像的失踪 对 是吧 像的失踪 就是那个管理员天天跟这个像聊天 然后感情特别好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像 今天好像比昨天小了一点 对 但是这个不可能吧 是 一定是我眼花了 就过两天 我像也没了 管理员也没了 说我靠 大像变小了 被管理员给带走了 他短片很多都是这个味道 然后结束了 然后都是结束了 对 对 所以你觉得很有趣 很妙 但是你当时的那个 对 自己又描述不出来 包括烧房房 对 后来就排场人烧 还有背的短裤 就是一个妻子到了德国 给自己远在日本的丈夫 买背的短裤 然后老板 德国人一板一眼 说我们不能把短裤 卖给不存在的客人 他说丈夫存在 他说丈夫是存在 但是他人不在这 因为我们这家店是讲究 什么 两体裁衣 对 两体裁衣 你买了之后不合适 撒稳牌子 我们不这样的事 反正那妻子也特别执着 我就是要给他买 你们帮帮忙卖 最后大家商量半天 说好 那我们去 你去大街上 尽量找一个 跟你的丈夫的身材 相似的一个人 过来 就是我们给他 两体裁衣 我们即使作为德国人 我们也不是那么的 不加变通 我们也是可以商量的 然后他就上大街 找了一个德国人 然后过来试这个短裤 然后试的过程之中 反正就很开心 然后跟老板 几个人用德语 就是谈笑方声 开玩笑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妻子 突然之间脑袋产生 一个意识说 我他妈要离婚 然后故事结束了 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这是什么呀 这个东西 但是就很好看 但是你看 他光一个日本人 跟一个德国人 这个设置他就很明 他就让你能有一个 很多的联想空间 对 所以那咱们回到 这个败心面包店 你觉得最后他去 抢麦当劳 吃这个汉堡 这个故事 对你来讲 你后来是怎么理解 这个作品的 因为我直接就把他 这个东西理解成 我拍出来的这个电影了 其实最核心的东西 用的就是这个短片小说 我们在做这个剧本之前 其实我们也 跟很多朋友聊了 那时候很多朋友 也是处在那个年纪 二十八九岁 门耀到三十 就是人生也没有 什么不顺利的 就看上去 但是又说不出来 在哪好像有 那么一个很难过去的点 但那个点是什么 又说不出来 但就总觉得 这个事好像没完成 我就不能再往下长大了 我就不能接受 我买了三十 或者三十多岁 这么一个年龄阶段了 当然你第一次 跟他说这个事 你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那么矫情 对 这到底是个啥 你现在你跟你的丈夫 或者你跟你的妻子 生活都还挺好的 工作稳定 在一线城市工作 然后有的可能有孩子了 那你还缺什么 你还 对 或者你来回跟我叨叨 你十二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对 这件事让你今天过不去 你这不是有病吗 对 一开始是没有那么理解 包括当时看这篇小说的时候 也没那么理解 说这个人太矫情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 这些年轻人 他们心中的 但是后来 随时年纪长大 因为看那篇太早了 后来又反复读了很多遍 然后到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东西原来我也有 然后包括我们三个人 其实不同程度都有 后来再主意发现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 跟他的身份 跟他的阶级 跟他的收入都没关系 跟他所在的城市都没关系 对于你来讲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有实际的这种遗憾吗 其实是很无形的一个东西 可能就像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部电影 叫太坏了 Superbite的 就其中有一场戏 是两个警察 带着其中一个小孩 把他们的警车烧了 当然我这么说 大家觉得可能太奇怪了 为什么要烧警车 然后又是警察带着烧警车 太无厘头了 太法外之徒了 但是结合那个戏的前后 你再看 那两个人在成长的 那个坑截上 那可能导演 就是在用那场戏 来代表这个无形的东西 就是我需要去做的东西 当然对于那小孩 他说可能是这么一种发泄 可能是这么一种破坏 这么一种 跳脱出这个社会规则的 一种行为 那对于咱们不同的每个人 可能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十月 就是这个日不落酒店 这个主人公来说 那可能就是最后 他把那个照片附证 在那一下 也许真正 其实我们想表达的 不是主人公这样的人 就是咱们生活中 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人是 反正我没见过 每天计划做的那么细 连他们家那个钟 上面都写着 我十点半 要重看一遍 毛山道士 每天去看 毛山道士 那个多少片 然后我几点 要干嘛 就要干嘛 然后我升职了 还不高兴 因为那个计划管理 打破我计划 对对对 没有这样的人 那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表象的 那个表现 因为这个作品 是一个非常象征主义的 对对对 其实他内心的那个东西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 他自己也说不清道明的点 但是那个东西 你一旦去面对 然后你找到他 就像他们真的去抢了 那个汉堡店 对 就FestMap 汉堡店这个设置 它毫无疑问 也是一个象征的东西 是对 因为他讲的 其实是长大成人之后的 我们如何去直面 自己心里过不去的 那些遗憾 对 那么他如果是 哪一件特别小的事 说我小时候买冰金钢 然后小时候买不起 然后我最近这段时间 就天天失眠 睡不着觉 于是我凌晨三点 出门买了冰金钢 然后我就睡着了 其实也可以 对 它本质上是同一个故事 但这个东西 它的那种冲击力就不够 文学性就不够 它不是那么具体的 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复合的 一个情绪 对 所以他一定要用 抢面包店这么荒诞的东西 对 给你一种强烈的刺激 说我天 居然有人为了去 去解决自己那些 那个问题 干这么疯狂的事情 对 而且他也是用这种手段 来让你理解 他指的不是具体 那一件 嗯 短面小时候里面 那个主人公 他也不是说 我真的回到那个老代 开的那个面包房 我拿一个面包 我就好了吗 我真的是因为那天太饿 太馋了 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人生 感觉 就是那个年代 如果再结合村上春树 他本人的一个履历 那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那个主人公 他处在那个时代 他上大学 然后他每天的生活 然后他所面临的那种情绪 那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多元的 安保运动的那段时间 他其实是一个多元的 复合的一个情绪 激压在心里 对 所以其实他给我的感觉 像什么呀 就是说 假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 有强迫症的自己的话 假如每个人心里 都有这么一个小人在的话 对他来讲 你的一生的所有的遭遇 所有的这些境遇 实际上 它是一首完整的乐曲 它是一个全力 当年你想抢 没有抢的那个面包店 就是整个你这个乐章里边 缺了的一个音符 这个比喻特别准确 对 我现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音符给他补上 让那个旋律能够流动起来 是的 这样我的人生 才能继续的往下进行 对 否则我的人生 就无法继续了 你说是不是矫情 它当然是一种矫情 但是 但人生就是这样 对 其实是的 硬说 就说这事你不去办 你这人都会死吗 可能也不会 你明天还要去上班 还要去上局 还要该干嘛 但是你就是总觉得 这东西 它始终在那 对 我有一个实例 就有一个朋友 他说他那个时候 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 很俗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他就是在毕业那一天 那个女孩给他机会了 他没去表白 然后他特别遗憾的是 他在楼上看 因为天下雨了 女孩确实在车棚那 推着行车 然后淋着雨在等他 等了五分钟 然后走了 然后他没有勇气去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真觉得 就是这么一个事吗 就是这个具体 这个你去跟他说 跟他表白 这么一个事吗 他一开始说 是啊 说我就是想跟他表白 他同意不同意 也没关系了 但是后来过了 差不多半年多 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 一平 我后来想想 不是 我可能 越想越多 想的不是那一天的事 想的是那段时间 我在那个暑假 怎么怎么样 我在那个学期 怎么怎么样 后来我又联想到 我在那个上学 那一两年 我们家是临时住在 哪个大姑家 还是大姨家 那段生活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那个当时的 那个街道 那个环境 他包括很多事 他就综合起来了 他又觉得那一年 可能是变成了 他心中的那么一个心结 至于具体是什么 他也感觉 判断不出来 但是他觉得 归接到最后 可能就是 我是不是 跟他去表白 这就是一个 魔方的其中一环 这就是人生 特别微妙的地方 对 对 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咱们到底聊了点 是 这到底是个词 但是咱们聊到这 你不得不承认 我是不是知音 那当然 对吧 就是即便现在 咱们把话筒拿开 就是咱们说 今天这期就不用了 我也是很开心的 对 我也觉得跟你就是聊的 非常的愉快 真的不是尬捧 因为两年前 我看完这个片之后 感觉就是说 这片子有点意思 没有大家说那么差 当时咱俩商量好录节目 然后我当时 我准备了好多东西 对 我准备了好多东西 我把太阳 等身高的东西 咱本来说要聊分成成数 把太阳尼南国境以西 看了一遍 就又看了一遍 然后又有很多新的想法 然后还把那个 他里边出现的那些歌 包括那个什么 灾星一下出生的恋人 还有太阳尼南国境 而且他那个书里边 还把那首歌的演唱者写错了 对 那是那个林小华翻译的 他有一些笔物 反正就是笔物吧 反正 而且我还找到了 里面那歌的各个版本 我就开始投版本 就是那些节目 我已经准备到了 可能70%以上了 对 但是呢 老觉得说 哎呀 跟一平录节目 我得录好 我剩下30% 我得给他准备了 结果呢 后来就 哎 一忙没时间 然后那70%也忘了 对 就是有这么一个前因 所以今天录音之前 我想了就是说 今天咱就瞎聊呗 瞎聊哪 这样对了 但是呢 说实话 日不录酒店的作品 我也忘了 毕竟过去两年了 看过就忘了 所以我说 要不然我今天 我先看个五分钟 十分钟的 至少先帮助我回忆一下 这边都有谁 谁是谁 你给我发图示 我都惊了 对 我说过一看 你这是干嘛呀 我看进去了 一下就看进去了 再加上本身片子 虽然不短 一百分钟啊 我说到这 我依然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 建议大家去看的意思 就是大家自己判断啊 对 但是因为确实不短 但是因为我加了1.5倍速之后 它就变短了 就很快 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看完吧 对 看到之后就看出了快感 就觉得 哇 这很有意思 哇 你这么说 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 但是说这更不要脸的话 我也是一直就没自己看过 我觉得自己看的太奇怪了 真的吗 就突然有一天 我说看一眼吧 结果我也看进去了 我说 我说这客观的 我说这还是挺好看的 我说即便这么多人骂我 我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今天我觉得第一是别人邀请一瓶来录这个节目 而且我们没有去回避 或者是用一种比较 所谓巧妙的方式 比如我们今天重点聊了存证数 然后最后花五分钟 跟他道个歉 什么之类的 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对 就是比如说 刚才一瓶说的 为什么会有神唐 然后为什么有制片 什么设定 制片的想法从哪来的 然后最后在宣发上 为什么会出现欺诈 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以及这个作品 到底是不是一个烂片 对 我觉得我们表达的都是自己真实的想法 那比如说咱们 因为关于中间的这些宣发的一些东西 咱们已经聊过了 咱们就说聊作品这个事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全个人化的东西 是比较个人化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类型 它也不是一个 对 就是咱们不说这个作品 咱就说所有的作品 所有的口碑佳作 比如说长安三分里也好 或者刚刚提到的什么狂飙 漫长的季节也好 不是说大部分人都喜欢 我不喜欢 我就不对 我就错了 我有毛病 那绝对不是 肯定不是 但是也不是说你们都不喜欢 只有我喜欢 那我可能是有境外势力的支持我 是吧 是吧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 这个审美差异 这么一个萝卜青菜的事 比如说青红炒一袋 你爱吃甜口 我爱吃咸口 就这件事上 我觉得到现在可能还没到那个份上 还没觉得说 吃不吃香菜 对 你不吃香菜 你不吃香菜 你早都败坏 就还没到这个份上 但是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差异 已经有点一个倾向了 对 就是你的倾向 跟我不一样 你有问题 你的倾向跟大部分人不一样 你有问题 那绝对没有 我说的就是 现在的整个社交媒体的一个 舆论的一个 有这么一个倾向 一个走势 对 这个走势挺夸张的 而且我自己觉得 不是特别健康 是 甚至挺张是烦的 对 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份上了 某位热心听友 听到之后 我觉得说 这导演 听上去好像还行 有点水 起码读过几本书 起码看我随时识数 起码认字 对 起码认字 要不是那作品 我看看 我看看 万一真像李叔说的那么好 万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 丢替不来这的 喜欢那种 非常奇怪的风格的人 就一看说 什么玩意 狗屎 你们是骗子 不是骗不骗 这事 你能说 我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没问题 你觉得这片子是狗屎 既不代表导演是狗屎 也不代表别的喜欢 那个片的人是狗屎 也不代表你是狗屎 只代表你觉得他是狗屎 对 他只是一个感受 是一个个人观感 其实我觉得看文艺作品 书啊 唱片 电影啊 都是 其实是挺个人的一个事 就是你喜欢不喜欢 其实都很个人 没必要被别人影响太多 对 比如年轻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也有过比较 比较拿这种审美说事的 那个阶段 说你觉得喜欢这种电影 咱俩做不了朋友 但是现在我也会这么觉得 现在我也会这么觉得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看 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呢 人家咱们可能 关系走不了特别深 因为大家审美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但是您在于说 就是我也没想给大家交朋友啊 这歌我听了我特喜欢 这电影我看了我特别喜欢 然后你如果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那当然 对啊 然后你非要跳出来说 你喜欢的电影 你有病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 那没必要 确实没必要 对 因为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你有病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 对 你不喜欢也正常 喜欢也正常 对啊 对 最后这几句话 我觉得可能是 整个这点时间吧 我稍微有这么一点 不突不快的东西 因为最近发现 这样的留言评论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也没人给你讲道理 反正就是你跟我想法不一样 我就得骂你 特别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 大家观点不一样很正常 太正常了 不要着急上火 也不要上高上线 就是童卵的双胞胎 他也有很多想法和生活习惯 是大相径庭的 对啊 其实当年你跟我说要来录这节目的时候 我当然特别高兴了 因为本身我是日常公园的粉丝 但是我也挺有压力的 因为我觉得别给你们抹黑啊 对 请了一个污点导演 对 请了一个污点导演过来之后 然后这个评论全都是过来骂的 对 而且还试图洗白 是 这个我说的 当时我真的挺有压力的 我说这 怪不合适 但是现在 尤其是那天你说 咱们这次有时间就一块聊聊 我觉得也挺放松的 尤其是还不用准备 就唱作预言 对 对 就挺好的 反正我最近这段时间 我做节目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前提就是 我不要你喜欢 我要我喜欢 因为就节目时间长了 或者大家听节目时间长了 可能会对于 这个内容的生产者 我指的就是我们 大家会有这种 点态的这种倾向 就是说我要听什么 明白 你要听什么 可以 就是如果我能够 我能够满足大家 我当然愿意录大家喜欢的 但是呢 这么越来越多的声音说 我不要听什么 你录这东西我不喜欢 我希望这样的内容 以后不要让我听到 我是觉得 大家这个手伸的可能有点长了 对 就是这是我的节目 我愿意请谁就请谁 他不想听 他可以不听吗 对 不行 不 就是你播放都不行 对 我不想听 你就不许录 对 这个 对 这有点肥琐似 是 所以我让我觉得有点 那那些喜欢听这个的听友们 那别人是很不负责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实在性的一部分 我拍啊 我往最好处想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 最近可能还是生活比较压抑 对 这是最好处 生活比较压抑 然后比较累 然后可能 生活也不太顺利 然后情绪需要一个出口 对 情绪需要一个出口 然后会不自觉的进入到一种 自我意识过剩的状态 就我认为啊 正常的逻辑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这是大天世界 无其不有 就像你一饭馆 一个菜单上 比如说有一百道菜 嗯 我不可能每个都喜欢 那我就点我喜欢吃了 吃完我就走了 对啊 对 但是现在的感觉呢 就是说我到一饭馆的一件事 把菜单上 所有我不喜欢的菜 全都给划了 以后你们不许做 这种东西挺吓人的 是也不太能预警 对 但是就像刚才一平说的 就是比如说你不爱吃母虚肉 你把母虚肉滑 那是有人爱吃 对 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要求 去定制这个世界的话 那没有菜了 对啊 那最后的结果 这个世界是没有菜了 你把你不爱吃的话 他把他不爱吃的话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菜单上 不会有任何菜留下来 对 对吧 所以大家我觉得 从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 就要走来讲的话 大家还是各区所区 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都有的吃 都有菜吃 那我是今天是以一个 那个污点导演的身份 过来以身说法 以身 以对 以对 今日说法 最后我觉得 我也不说什么 推荐不推荐了 反正我 对 我对这个作品的 非常个人化 仅代表个人 甚至不代表第二个人的 对这个作品的喜欢 和我不喜欢的地方 对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我都可以收下 我觉得都很好 行 那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那我们最后就带来一首歌 带来一首刚才我们提到的 做World乐队的 那首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又忘了名了 苦雨天的交响曲 对对 交响曲 然后我跟一瓶都特别喜欢 然后我们就把这首歌里边 来结束这期的节目 然后呢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 共同期待一瓶导演的 新作啊 谢谢 对 希望新作能够 上海点儿骂 上海点儿骂啊 各方长虹 谢谢 谢谢 好了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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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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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